再来看到的是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4月16号到21号在花莲登场 县长许正卫在12号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 以及花莲县体育会理事长江景德的陪同下 在县政府大礼堂亲自授旗 尤其在疫情发烧之际 更是提醒代表选手能够做好自我防疫 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4月16至21日于花莲登场 花莲代表队选手12日上午齐聚献服大礼堂 由县长徐正卫请自授旗 又获得游泳400公尺自由式金牌 及800公尺自由式金牌 并破大会纪录的四围高中黄国伦 代表选手接下 预祝选手起开得胜 这个比赛对我们每一个选手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正卫压希望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的身体 不要错过了这个比赛 所以在平常无论是训练或者是反将 或者是在途中尽量避免群聚 尽量把口罩戴好 尽量不要聚餐或者是一起 这个非常近距离的用餐 因为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升温 所以是闭门赛 闭门赛 虽然我们的家长没有办法 来为大家来献地来这个加油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透过一些转播 能够让家长知道老师知道 我们孩子在他的战场上坚定的坚持的发挥最好 最好的练义以及最好的成绩 全中尽华联各项代表队选手及队职员合计604人 参加田径游泳、桌球等共计16项竞赛种类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全中尽才闭门赛的方式 并提醒选手做好防疫 才能在赛事留下家机 记者蒋帮远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赛